大家好,我是阿剑 做一个温冷的厨师 豆角是一道非常好吃又下汗的家常菜 但看似简单 实际很多朋友都做不好 要么做出来夹身不入味 要么发黑花黄 做出来口感不脆嫩 今天教大家正确做法 不需要过油 也不需要焯水 出锅保证最先抢光的 就是这一盘 一起来看看我是怎样制作的吧 炎热的夏季正是豆角 大量上市的季节 这是我刚刚从树上 采着下来的豆角 非常的鲜嫩 而且菜场卖豆角也不贵 才一块五一斤 我们先将豆角处理一下 掐去两头 然后再将豆角 给它掐成小段 这样更加的入味 做这个豆角 千万不要用刀切 用刀切出来的口感不好 全部处理好之后 给它倒入大碗中 接着往里面加入一勺食盐 再加入清水 然后用手给它抓拌抓拌 这豆角虽然是自家种的 但是它长期生长在外面 难免会有蜘蛛 或者昆虫类爬过 所以加点食盐来浸泡 可以起到杀菌消毒的作用 这样我们吃这才放心 趁抛豆角的时间 我们来准备一块鸡肉 先给它切成厚片 再切成细细的粗丝 稍微切粗一点 这样的话炒的时候不容易断 想要的肉丝 吃起来滑韧 接下来我们给它腌制一下 加入一勺生抽提味 一丢丢老抽给它上色 再来点料酒去腥 再来少许的定粉 再来少许的鸡精 然后用洗净的小手 给它抓拌均匀 稍微多给它抓拌一会儿 让肉丝都吸收调料的味道 边抓的时候边给它摔打 像这种粘手的状态 然后再往里面加点食用油 给它锁住水分 而且在炒的过程中也不会粘锅 然后继续给它抓拌几下 再放一旁给它腌制五分钟 接下来切点红椒丝 给它搭配下颜色 这样做出来好看又好吃 切好给它装入盘中备用 再准备一块去皮的生姜 先给它切薄片 然后再切成细丝 切好和红椒丝放一起 浸泡五分钟后 我们再将豆角清洗干净 洗干净之后 给它捞出来控水 控干水分的豆角 往里面加点食用油 然后用筷子给它搅拌均匀 使每一颗豆角都裹上一层薄薄的食用油 豆角里面加点食用油 在蒸汁的过程中 使其受热更加的均匀 而且蒸出来的颜色更加的翠绿 给它搅拌均匀之后 然后给它放入蒸屉 水开之后 然后大火蒸三到五分钟 将豆角给它蒸至七成熟 像这样 豆角蒸好之后 我们迅速的将火关掉 然后给它取出来 我们睁大眼睛来看一下 这样蒸出来的豆角 颜色非常的翠绿 食材备起好之后 接下来我们开始烹饪 将锅烧热 下入少许的食用油 油微热的时候 下入肉丝 然后轻轻的给它滑散 滑的时间也不需要太久 滑至肉丝变白之后 我们将火关掉 如果时间长了 肉丝老了 口感就不好 像这样 我们给它盛出来备用 锅留底油 然后下入姜丝 开小火 给它煸炒出香味 姜丝炒出香味以后 把豆角给倒入锅中 然后给它翻炒均匀 接着我们往里面 加入一勺食用盐 给豆角入个底味 然后继续给它翻炒 翻炒均匀以后 把肉丝给倒进来 红椒丝也给倒进来 豆角是蒸熟了的 我们只需要 给它翻炒均匀 一分钟左右 就可以了 亲爱的朋友们 阿剑每天都分享 简单实用的家常菜 如果觉得这个视频 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那么记得给阿剑 点个赞 或者评论转发一下 因为每一次点赞 和留言 都是对阿剑 前进的动力 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 像这样翻炒均匀以后 我们豆角炒肉丝 就做好了 将火关掉 出锅装盘 即可开吃 豆角炒肉丝 虽然是一道普通的家常菜 但是按照我这个方法 和小技巧 做出来的豆角 颜色脆绿 吃起来非常的鲜韧 豆角有肉香味 肉里面有豆角的香味 相互融合到一起 做出来的口感 真的是绝绝子 保证你能多吃 两碗米饭 好了 今天的视频 就简单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期视频见 视频的最后 祝大家天天开心 八颗牙齿晒太阳 感谢观看